左左沐西被称为霓虹顶级神眼 有着日本女性都想拥有的脸 已经很多年入选了全球最美丽的一百人的票选 而她的老公杜布健曾经被媒体曝光婚后出轨 至少跟七名女子保持着不伦关系 当初面对出轨丑闻杜布健进一步展现了渣男本性 她不但不思悔改 还把出轨原因甩锅给左左沐西 说她不喜欢收拾家务 做饭不合口味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左左沐西却选择了原谅 并由此开启了婚姻困难模式 杜布健因为丑闻事业停摆 还背上了一堆违约金 左左沐西只能起早贪黑连轴赚 拼命赚钱养家 以及为老公犯的错买单 据左左沐西的朋友说 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 还得操持家务 已经接近极限了 而杜布健除了接送孩子 就是在外面闲逛 哪怕再没有事情做 也不愿意为妻子分担其他家务 经历了一年多被渣男吸血式的婚姻 杜布健没有反省 也没有重新站起来 反而是左左沐西变得越来越糟糕 也越来越廉价 我的同事小林也曾经在一段错误的关系中 消耗过很久 小林本来是一个家境长相 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的男生 但是遇到前女友后 就一直被拿捏得死死的 女孩爱玩爱花钱 看上的包包衣服从来不看价格 也从来不会手软 小林虽然不喜欢铺张 但也想力所能及的宠女友 所以硬着头皮为女孩买单 每当她想跟女孩谈谈 要不要稍微节省一点 以后还要买房的时候 女孩总是很不懈地嘲讽她 连个包都买不起 怎么给得了对方安全感 有一次 小林恰好看到女孩 在用社交软件和别的男生聊天 内容非常暧昧 就恼火指责了几句 没想到女孩的态度也是咄咄逼人 她反问小林 聊个天怎么了 我们结婚了吗 凭什么干涉我的自由 小林最后还是妥协了 但她的包容与宠爱 终究没有维持住这段关系 女孩找了另一个更有钱的男生 到最后还跟小林说 加加油 等你更有钱了 我还可以考虑回来 很长一段时间 小林都没有从那段关系当中走出来 她知道前女友势力 甚至很多朋友都说她渣女 但小林不愿意接受 她一直以为 只要对女孩好 总有一天 女生会醒悟 明白自己的真心 也回报她的真心 可那一天 没有到来 反而自己像是被掏空了 心里也缺了一块 怎么努力都修补不起来 有句话说 她可以一直渣 但你不能一直瞎 很多时候 我们不缺辨识渣男渣女的能力 缺的是及时止损的勇气 以及面对下一段感情的信心 但你知道 感动不是爱 可怜更不是爱 犯错是人之常情 但不思悔改的人 无药可救 你偏偏执迷不悟 除了感动自己 顶多是一场可笑的独角戏 之前看到过有人城里的渣男鱼路 可笑又可气 吃了没 早点睡 今天开了一天会 多穿点 喝热水 那个女孩是我妹 这个东西有点贵 工作一天我很累 我是真的喜欢你 可是现在不想谈 你别闹 真没有 你说什么是什么 喝多了 乱说的 我们真是好朋友 请你记住 遇见这种话术 记得毫不犹豫地离开 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的出现 是为了给我们上一课的 所以分开了 不必耿耿于怀 感谢他错过了 也放过了我们 应当庆幸 幸好没有被错误的感情耽误一辈子 别爱一个让你廉价的人 未来的日子里 你一定会遇到加倍疼爱你的人 就像电影《怦然心动》里所说的那样 有些人浅薄 有些人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有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丽的人 当你遇到这个人以后 会觉得其他人都只是浮云而已 有些人的感情耽误一辈子 有些人的感情耽误一辈子